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你没有仔细看我的视频 实际上的原因就是你用了不恰当的顾价 而出现这些问题的大多数的小伙伴都是选择了官网最新的顾价 MT工具箱对最新的顾价支持并不好 所以说才出现了网页无法打开的这种情况 解决方式非常简单 那就是来仔细看我的视频 去下载我视频里要求的旧的版本的顾价 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有提到了一个图文的教程 里面有安装脚本的链接 没有找到的小伙伴肯定也是没有仔细看我的视频了 这次我为了大家方便 我会把它放在我屏幕下方的说明里 还有的小伙伴说安装脚本的链接已经失效了 我会重新放一个新的链接在里面 在之前的视频里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告诉你是哪些可以装 哪些不能装 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 这次请你仔细的看清楚 下面这些路由的型号都是可以用的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很多小伙伴在装完MT工具箱 睡了一觉起来之后 这个MT工具箱就不能用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大家没有关闭路由的自动升级功能 而路由自动升级了最新的链接 那在这儿呢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在你的手机应用里面去关掉这个自动的升级 好 我们打开小米WiFi 点击工具箱 点击设置 点击硬件与系统 选择升级设置 然后我们把自动升级关闭就可以了 很多小伙伴呢 购买了都是SSR的这个飞机厂 由于呢这个MT工具箱对SSR支持不是很好 那所以呢都无法使用 那接下来呢 我在下一集呢 会告诉大家一个新的方法 来教大家怎么样安装一个支持SSR的固件 敬请大家期待 好我们现在说一下安装搬瓦工的问题 这个速度的问题呢就见仁见智了 虽然说呢 这个搬瓦工啊算不上非常的快 我在自己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呢跟自家的网络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在这里呢就不再更多的说明了 那这个呢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小时候听的那个小马过河的故事 到底情况怎么样呢 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尝试一下 因为搬瓦工啊它在30天之内是可以免费退款的 您要是觉得用的不爽啊 退了也就是了 我上一次呢用的是麦克系统自带的那个终端给大家做的演示 那这一次呢我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Windows下是如何操作的 那我们这儿主要是用Xshell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好我们首先打开Xshell 我们点击文件新建 我们现在添加一个名字 之后呢我们填入IP地址 还有端口号 我们选择用户文件验证 用户身份验证 填入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确定 接受并保存 这样呢我们就进入搬瓦工的后台了 那接下来的操作呢 大家按照我上一期的视频进行操作就OK了 好呢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电视盒子的事 之前呢我有给大家说过我的遥控器呢不是很好用 那很多小伙伴都说呢他们用起来都是挺好用的 那事实上呢确实我的这个遥控器有碰到一些问题 但是呢我在这呢要更正一点 之前我有吐槽他的这个语音搜索功能呢是非常非常不爽的 因为我的地址默认是在香港 所以说每次说话的时候呢他都自动被识别成白话 我讲普通话总觉得他的识别度非常的不高 后来呢经过其他的小伙伴的提醒呢 我把它调成大陆 调成大陆之后呢他这个语音识别的程度呢就提高了很多 那现在使用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在这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的语音识别有问题的话 那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语音设定是不是在中国大陆 那很多小伙伴呢都在问这个盒子如何的选择 那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M8 Pro L 那其实现在呢我还是对这个盒子的性价比呢深信不疑 它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如果你觉得他的做工不好 那其实也是正常的 因为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对盒子呢有比较高的要求 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那我给您支个招 我推荐您呢去看悟空的频道 连悟空的频道里面有非常多的盒子相关的内容 大家都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个 那其实这款盒子呢 在奈飞最多最多能支持到1080 它是不支持4K的 另外呢出现最多的这个情况呢 就如果你看不了的 可能是因为你的节点被强了 只要换一个可以看奈飞的节点就可以了 那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样去换一个可以看奈飞的节点呢 那可以看一下我推荐的这几个飞机场 它们都有可以看奈飞的节点 那下面说一下呢 这个YouTube在播放时候容易卡住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这个盒子上呢非常常见 那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这个时候呢你要打开你的Google Play 打开它的安装界面 把YouTube的这个升级包卸载了就可以了 其实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去用路由返枪 不管你是用硬路由 软路由都可以了 那毕竟盒子的运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那因为不管你是装VPN也好 还是在盒子上安装小飞机也好 其实对盒子的运算能力都有很强的要求 而且呢这些软件呢又是第三方的软件 稳定性呢都相对的比较差 就比如说我吧 我之前在这个盒子上呢 安装过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小飞机 基本上就没有成功过 能用也就那么一两次 那不是说不能用 那我是觉得这样用起来呢 实在无法发挥这个盒子的全部实力 最后呢也就做罢了 所以说呢我还是推荐大家 如果是翻墙的话 还是建议你去用路由 不管是硬路由软路由都可以 其实啊这个小飞机不管是美区啊 还是港区 但只要不是国区 你都可以在你的Apple Store里面 找到你想要的那个小火箭 而且最近呢换区也是越来越方便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看一下东东的这个视频 那他在这呢就是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如何从国区换到港区 但是不管你是港区啊还是美区 到最后呢都会有一个付款的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边的付款方式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只能依靠我们万能的某宝了 很多朋友说在我看到我的视频正常操作了之后呢 始终没有发现这个选项 可能你在操作里面存在这两个问题 那头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是否使用了全局的设置 或者是呢 你是不是用了一个假的美国节点 这点一定要非常注意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系统显示的问题 如果你在严格的按照我的要求 一步一步都做了 而且做到这一步 你是看不到这个选项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尝试把你所有的资料都填完整之后呢 直接按下一步 如果你之前的操作都是对的 这时候呢是可以直接通过的 而且他也会默认NONE这个选项 很多小伙伴都在问我呢 这软路由啊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好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看您自己的 您的需求 其实软路由的型号非常多 最主要的原则够用就行 你的目的只是简单的上网 那我觉得我使用的这个GOLD1900啊 就非常适合你 那最起码呢 它是价格非常便宜 而且呢又可以装LAD系统 其实最基础的这个2G的内存啊 和16G的SSD就足够用了 那如果您要是喜欢折腾的 您要想装一个双系统的软路由 或者是装个虚拟机 再或者是装一个NAS 那这个3865U啊 可能是您更好的一个选择 那毕竟价格搁在那儿了 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在我之前教大家的方法呀 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快速的安装方法 但是有很多小伙伴反应呢 在某种情况呀 他会莫名其妙的 把这个LAD系统安装到U盘里面 如果你用我的这种方法 安装不成功的话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在Windows PE下去安装 那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还是可以看一下东东大神的这个视频 那这里面呢 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我在这儿呢 就不给大家一一做解释了 那下一个问题呢 也是很多小伙伴问我的 这个关于多波的问题 其实关于多波呀 我个人呢 一直持保留意见 因为我记得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呀 我如果不用多波的话 那我还要软路由干嘛 其实我觉得这哥们的这种说法呢 稍微有点极端了 因为事实上 不管您是几重多波 从这个运营商的角度上来讲啊 都是不允许的 而且因为这个事呢 我还专门找了一个 在电信工作的哥们去咨询过 据他们说呀 他们在后台都是可以清楚的看到 谁在多波 谁没有多波的 说实话呢 现在就是暂时没人管罢了 也不代表他一直没人管 您说是不是 咱中国有句老话呀 那叫别看你现在叫的欢 小心将来拉清单 这话操理不操啊 再者说呢 咱现在家里的宽带 基本都够用了 而且呢 现在网络大多数都有限制 所以说呢 我劝大家呢 还是好自为之 能不用 咱就尽量不用 之前有好多朋友跟我说 这防火墙规则无法升级 无法更新 那本来我是想做一期视频的 专门给大家来解释和说明一下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用了 因为这个Coucher论坛已经把这个系统更新了 只要您刷这个最新的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的简单的就能搞定了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到底是用这个普通版的电报好呢 还是用Telegram X好 其实说实话呀 这两个我都用过 真心觉得也都差不多 这个Telegram X呢 速度稍微快那么一丢丢 这个速度提升啊 非常有限 而且这个Telegram X啊 焊化起来呢 相对比较麻烦 首先呢 你要去Google Play 去申请这个开发者的权限 申请通过之后呢 还能安装焊化 而且之前我们使用的那个简体的中文焊化呀 是不能用的 你只能呀 用这个繁体的焊化文件 而且焊化之后的这个界面呢 跟普通的Telegram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就多了一个夜晚模式 所以我建议啊 大家您用哪个都可以 主要看您自己的喜好 普通的电报呢 我是更推荐的 因为它相对的更加的简单 现在呢 iPhone问题是愈演愈烈了 如果您是iPhone的用户呢 可能会碰到下面的问题 比如说 无法注册了 无法登录了 有些群呢 您是加不进去的 各种各样的花式问题 其实呢 这个东西呢 也没有一个定数 那这些问题呢 都是由Telegram的限制所造成的 而这个最奇葩的问题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苹果用户都存在 而我现在呢 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规律 在这呢 我要偷笑一下 因为呢 金水是一个安卓用户 但是 也不是说所有iPhone的问题 都是无解的 你可以通过用海外的号码去注册 和添加电报的专用代理 这两个方法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如果您不知道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几期视频 它是专门有相应的介绍的 说这个GV的问题啊 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 方法是有 但是基本上呢 都是有时效性的 很快就会失效的 网上有很多的方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真心的不建议大家去费劲巴拉的 去尝试的去自己申请 其实去某宝啊 很快就解决了 省心一省力 也就10块钱的事 因为啊 这10块钱 你买不了吃亏 10块钱 你也买不了上当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金水 衷心的祝大家 国庆节快乐 祝大家在国庆长假里面 玩的开心 玩的高兴 相聚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 又到时间 说拜拜 如果你想看到 更多相关的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那就请你 点赞 评论 和转发 记得点亮那个小铃铛 它会在第一时间 把我最新的内容 推送给你 小视频 用心做 七七精彩 别错过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什么技能 我是金水 再见